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个双人游一类的吧 叫夜郎 也想过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组合名 但最后觉得还是简洁一点吧 就一样的 应该是他吧 毕竟大家都觉得我比较菜嘛 其实很多人觉得夜翠比较菜 但是其实我觉得夜翠还是一个很强的选手 咖喱鸡吧 咖喱鸡 因为我觉得他们组合跟我们很像 也是一个菜鸡带来一个实际强的搭档 安科罗主要有三张牌的 我眼前一样的 一个是倒贼的那个任务卡 因为它相对是一个结界的效果 它是一个永久性的效果 还有一个是素食的那张任务卡 它没有办法被任何法术手段清除掉 我如果不打炉石的话 我现在应该没有大学没有毕业证 然后没有学位证 其实应该生活还是蛮艰苦的吧 就是属于是那种找不到工作那种估计 但现在我靠着炉石 也算能养活自己 以及找到了女朋友 四驱夏威夷旅游吧 我觉得夏威夷 美女沙滩就这两样 好的 欢迎回来 首先我们一起先欢迎一下 夜狼战队的两名选手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哈姆士郎 那这次战队名字叫夜狼 我们知道夜行 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比赛了 而哈姆士郎是第一次的参加我们比赛 两位呢 这次的参赛宣言是什么呢 目标夏威夷 目标夏威夷 目标目标诺森德 你是目标目标夏威夷 对不对 我觉得还是低调点吧 低调一点 刚才你看我会长那么狂 会长那么狂 那不是被三比零了 确实是 比赛前呢 大家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 然后完成目标的同时 大家也很开心 对吧 即便完成不了目标 至少我们努力的过程 大家是看到的 那之前呢 这个夜行 因为参加过了嘛 哈神是第一次 想问一下哈神之前 有没有收看过我们 这个比如说冬季的时候 有这个圣诞节片啊 对吧 有没有对这个比赛 有一些什么的期待呢 我觉得这个比赛 一直办得非常不错 我也非常高兴 能够来参加这个比赛 可以大点是吗 别腼腆 主要是因为 跟夜行组队 有点的确不太足 但是希望 不能换一个强一点 搭档就好了 对 没有 夜行还是很强的 那这一次比赛呢 因为是双人限开模式嘛 两位觉得在限开模式当中 可能刚夜行 在VCR中提过了 有一点偏娱乐 但是呢 我觉得对卡组的构筑 也是非常要考验的 那你们觉得在限开赛当中 和我们平时标准构筑当中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可能 就是根据现有的卡嘛 而且的话 就算开出成卡 不可能为了这一张卡 去做一套卡组嘛 是的 就是要根据整体的 其实还是要偏重于 是普通的 是蓝卡紫卡为主吧 像如果平时的话 就还是以 整体的强度 可能是什么卡都会做 那是不是更 偏向于快攻呢 对 因为快攻 一般都比较年价了 那其实哈神呢 我们之前 包括在春季赛 和之前的 黄金总决赛的表现 都是非常出色的 也是有这个 所以我给大家说 这个哈士奇哈士奇 说哈神 这个打出来的骑士 非常的强 这次有没有带呢 这次因为骑士太贵了 而且我们组里有一个王 不敢在他面前玩骑士 这个有点谦虚了 确实索尔军 也是非常擅长使用骑士的 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他们的对手 那既然已经透露是索尔军了 那索尔军的搭档是谁呢 一起来了解一下下一段VCR 这次先和下一个 应该是我参加的 第三次双人先开赛了 这次是我第二次参加 双人先开赛 之前的名字没有太在意 我就记得我中了一个封建 上一次参加双人先开赛 好像首轮了 我觉得开心就好吧 任何的比赛 就是要享受游戏的快乐 享受其中的过程 开心就好 说不定我这个心态 能拿个第一呢 超过我上一次就可以了 海尔兄弟 这个队名就是反映 我们两兄弟很聪明 就是智商上 应该会碾压我们对手 他是我在圈内特别好的朋友之一 然后同时呢 我们的性格和爱好比较相投 我觉得球图作为我的队友 可以接锅吧 我最喜欢的任务卡是战士任务卡 我觉得能改变英雄技能的东西 都是让人感觉到很 很新鲜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树式变大王 那战士能当研磨来用的话 很爽 法式的任务 因为法式的任务牛逼啊 额外一回合 我认为在人生的过程中 如果能把你的爱好 变成你的一些职业方向的话 在我看来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广州黄金赛的时候 那时候我用元七七 全场举手 很感动的 夏威夷的话就比较适合我了 因为我不知道这些选手里面 都有没有美签 可能就是说他们夺冠了以后 不一定有九球剧 就是我是一个合格的替补 我愿意为他们效的这种拳马之劳 那我这次如果拿了冠军到夏威夷 我想去看沙滩比基尼 这些是受军比较关注的点 我关注的点是这个风景比较宜人 且气候比较的一年四季如春 这样的一个景色 但是我跟他兴趣爱好都差不多的 所以应该也是沙滩比基尼 好的 我们同时还要欢迎一下 我们来自我们左边的海尔兄弟战队 那有一个歌怎么唱的 打雷腰下雨 雷欧 雷欧 下雨腰打三 雷欧 雷欧 海尔兄弟这个名字怎么起的 就是觉得这个 这么多年屹立不倒 一直在那个冰箱上 你努力着 我觉得我们的形象和他们也挺搭配的 而且去夏威夷嘛 都是穿泳装的 他们比较适合 确实挺好 可以 这个实力主播我还是觉得可以接的 这个索尔军之前跟我们说 囚徒我们这个战队名字 当时你应该跟我商量一下 因为我觉得不够霸气 你当时想起 就好没跟他商量 想起个什么名字来的 我想起SOR战队 很霸气很霸气 而且很有代表性 那这一次呢 因为是双人线开赛嘛 可能像 元气棋这种卡组 也玩不了了 我都没跟他商量过 因为我跟他商量完了以后 我就砸过麦铁做一套元气棋 商量都完了 就结束了 都是他偷偷组的 我到今天都不知道我们卡组里有什么 那不是很有心意吗 对吧 很有神秘感 神秘感 那你们对于 小心些 你们对于这次比赛 你们的参赛目标 想达到一个什么名次呢 这个反正他们都不一定有美线 然后可能顺眼 我有我有 你有吗 有有有 那我得把你们淘汰了 有美线的都淘汰了 想出去玩一趟 就搞替补嘛 对不对 如果说这个 比如说前两名 每千时间 对来不及了 对 有点紧张 我们可以就是来替补出一下 也是不错的想法 包括有一些带妹子的那种 带战队组合 万一妹子有钱 每千 这个男的队员没有 那我就可以替补一下 那一会儿得赶紧问白泽跟猪然了 好 那这一次呢 我们也是A组的另外两组选手给大家介绍完了 也希望选手呢能够有好的成绩 那互相放一句狠话的话 来 叶行先来 我没有什么狠话 我只想问求大他们一个问题 就是海尔兄弟知道打雷要下雨 知道下雨要打伞 他们为什么不知道去南极要穿雨用服呢 去南极要穿雨用服 我有点冷啊 是有点冷啊 体质好 身体好 身体好 那球图跟索尔军 索尔军来放狠话吧 我 以前 SOR战队 我们SOR战队 一定要战胜你们 那他刚才聊了那么冷的一个尬聊话题 那我也有一个 你们海尔兄弟战队啊 你知道海尔兄弟的哥哥和弟弟叫什么吗 你知道 抢答呀快呀 叫海和尔 不对 他哥哥叫海尔哥 弟弟叫海尔弟 我们这个海尔兄弟并不是引起这个话题的争端 你知道 那个有个问题吗 就是 就北极熊什么都吃鱼啊什么 他为什么不是企鹅吗 为什么 因为企鹅在南极啊 真的尬 我们伴随着这么尬的时间就过去了 让我们先进行这个下一组的比赛准备 有请我们叶行跟哈布市郎先进入到比赛对战房 主持了这么多年 这是 这是一个 这三三拨人都在讲冷笑话的 换节啊 不容易不容易 好 希望他们有好的成绩啊 接下来就是 我们囚徒跟索尔军了 希望你们呢也能取得开门哄好成绩 因为我们需要比赛嘛 对 对我们我们卡组比较low 没办法 确实穷 那从这边进入对战房 我穷 连衣服都穿不穷 穷的只剩一条三角裤了 哈哈哈 好加油 你们的MC球给大家带来一首刀山火海 你们的老铁666关注刷起来 来开始吧 看一下 刀怒斩雪一雕 山豪迈充云霄 这个囚徒也现在是自带BGM的男人了 刀怒斩雪一雕 我学到了很多 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尬 我们接下来的环节交给我们解说台 两位优秀的解说正在等待着大家 欢迎收看由网易和暴雪举办的卢石传说双人线开赛下围一篇 我们的比赛将于4月21日至4月26日举行 暴雪游戏频道全程直播 16位人气主播将携带各自的同伴齐心协力角逐下围一双轮游大奖 欢迎广大玩家前往NGA爱王网庄区进行互动讨论 我是主持人安德洛尼 大家好我是解说灭神 我们也是暂时变成了主持人和解说员 一会儿我们还是要下场的 并不是代表我们被打台 我们还能打回来的 对 现在我们就先看一下海尔兄弟和夜狼战队吧 这也是我们两个接下去要面对的对手 其实他们的卡组我们早就分级过了 这个夜狼战队的卡组是我们四人组里面最完善的 最豪华的我觉得是 对最豪华的 竟然伴随有风铃组奥拉基尔 和荒蛮之组卡利莫斯 先看一下他们开卡包的VCR 然后再来说他们的卡组吧 传说 哇这张萨满这张厉害 对我没有任务呀 我玩任务战里边任务呀 任务术倒是齐了 一张一张的什么 一张女王一张一张这个叫什么 你这样成的成的开的话 如果用不到就等于费两张紫卡 一会记住这个经典 要提醒我少开一包最后一包千万不能开 哇 没有没有 我真的需要开张葫芦出来 我需要我想玩任务法 说实话我也在想玩任务法 元素萨可以玩了 好现在已经定下一个卡组元素萨 我们要组几个卡组在这 好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宝尼克西亚谁能带上他呢 哇 传说 哇 金色传说于人 零结 不是分解 因为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总是 哎 一会记住这个经典 要提醒我少开一包最后一包千万不能开 千万不能开 少买一包少买一包不过好在这种特务是可以迷补的 少买一包 那就带吧 挖掉 好那就744 好就这样吧 应该没什么值得修改的地方了 这个缺个领军 差点沉 好就这样吧 好我们看到了夜兰战斗 对的卡组 呃看了夜兰战队开包之后 我觉得 我开的包可能是学校组里面最差的 我们是欧洲的血统和非洲的血统的一个鲜明对比 对 夜兰战队的话 这个元素杀是非常完善 其实他们如果可以的话 还可以再开700 金 把大漩涡做出来 这就是一套完整的元素杀 对对 而且他 这是他唯一的漏洞 而且他们 任务战也比较完善 两乱斗全部齐了 哎他两乱斗应该是合的吧 而且 使生幼龙也是齐的 使生幼龙也是齐的 就是 太完善了吧 这 这 感觉 卡组的完成度上是殴打小朋友的 不过 也看排序吧 还是看排序吧 嗯 像我们完善的一套猎人排序 还是败给了不完善的卡组 是的 呃 我们再来看一下元素杀的话是比较完善 但是除了一个两个大宣问没有 对对对 然后这个任务战的话 他竟然还有张鼠 就张鼠这张卡的话 是一般不考虑合成的 对 因为它是紫卡 合成是亏的 性价比也就那样对某些职业可能有点用处 像我们的任务战的话是 八百层一千层就合了一个乱斗和一个鱼死网破 鱼死网破 他这边是两个乱斗 前面我们那天讨论过 嗯 到底是两个乱斗的组合好 还是一乱斗搭一个鱼死网破好 呃 相对来说如果是局场面是快攻为主的话 可能还是鱼死网破可能的前期配合 而且他只带了一个旋风斩 像我们的话我们是有两个旋风斩 对我们这边有鱼死网破肯定是两个旋风斩 对 他的猎人的话我们也看看对就不错 我们稍微看一下猎人猎人的话还比较常规 那接下来就看一下囚徒他们的开包情况吧 海尔兄弟的开包 先来看 我先走了 我怎么就相信了科学 我先走了 又是史诗 哎不是一个城都没有吧 好了高丑来了 这不给我冲卡 哎有本事你一招冲卡也别给我 给我就死了 我這個可以啊 我的小卡雖然不多 但都是智藍的 好了 經典卡包才是最關鍵的 經典卡包都是最有用的 我系友是最多的吧 我藍卡最多 還參加個X比賽啊 這X卡組怎麼參加比賽啊 12 投定 可以了 哈希斯都有厲害 我30张子卡 哇 可以了 我的哥 不是罗子多姆 一个金的一个普通的 有什么用啊 开北京龙的梦已经不存在了 刚才是1810 现在是2425 你看多了多少 有一张重复的子卡 2425成 好的 前面我们开卡看到了 球大的子卡是非常非常的多 38张子卡 其实这个游戏呢 成卡很难用得上 这只能用得上的成卡 我觉得海盗帕奇斯是最有用的 还有萨满那张 然后萨满那张卡丽 莫斯 蛮黄领之主 其他的成卡还没有几张能用的 其实子卡多真的不是坏事 就是要子卡 所以我看球大组出了一套 子卡众多的卡组 而且他合了两张愚人杀手蟹 我记得他 对 他合了两张愚人杀手蟹 你看温顺的巨可龙 愚人领军这些可能他都有 对 他以为别人都跟他一样都开愚人 所以他竟然上心病狂的合了两张愚人杀手蟹 三套牌里面六张愚人杀手蟹 准备是一波狙击 是的 这次的话我觉得就格拉卡爬行蟹这种的话 海盗杀手蟹还是便宜的 愚人杀手蟹他都狠得下心去做 说他这个层确实很多 就多余的层很多 还是比较宽裕的一种情况 我还是 你看好吗 不是很看好 我本来挺看好他这套 这几道愚人套牌的完善度挺高的 我觉得两个六张愚人杀手蟹有问题 我们就找他突破吧一会儿 正能找到两张卡 对 然后他这个对局的话碰到夜行也不好对付 夜行的萨满还有战士都是吃他这些个鱼人体系的吧 有一套中速列的话应该是能打 中速列他快起来 所以说 那现在的话两个战队已经准备就绪了 我们要看他们开始开赛了 夜行 面神你觉得他们会首发什么指约 呃 这边的话战士打所有职业应该不亏 对 夜狼战队的话打 呃 战士打几个职业都不亏 呃 海尔这边的话可能会上个猎人赌一枪 对 就是先上猎人赌对面上战士我们抓一枪 对 好 人说已经准备好了 开始了 我们猜对了吗 我们猜对了战士 但是没有猜到这边海尔兄弟没有选择 用 用 用了个猎人赛 猎人赛 猎人赛打战士 吃力 非常吃力吧 呃 不一定 我天梯打过这个 玩上版的鱼人赛 打天梯的玩上版的战士 有机会 呃 我觉得就是看能不能迅速完成任务 对 能在五六费之前完成任务是可以赢的 就哪怕对面有乱斗也可能扛不住 对吧 我看到了一张不该看到的卡 哈哈哈 杀手线已经到手了 杀手线 他们说过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吃不到对方的鱼人 那就吃自己的 自己的 也可以嘛 对 不过战士的手牌是很好 前期有小武器有苦痛 我我简直不能直视 这个鱼人被一个食屎鬼踩 准备音效 double kill 伤了这边已经炸了 我觉得就这一手 没了 没了 没了真的没了 这就已经可以走了 呃 这里我们可以聊一聊 为什么当时 刚 游戏刚开的时候有大量的这个任务煞 然后游戏中后期的话 现在我们基本看不到鱼人煞 就是因这种情况 太不稳定了 前期可能一波就直接被打 对 一个食屎鬼的话 就感觉很难玩下去了 而且战士是有食屎鬼 有乱斗 有火山龙 是的 现在的话 哈尔兄弟需要一张鱼人领军 然后配合神奇事鱼的话 还有那么一点的机会 让我诉说你的痛苦 我们来看看这边 这次比赛 哈尔兄弟一共要阵亡几只杀手蟹 现在已经挂了一只了 我觉得我们亏了 你知道一款的话 他们就不会再 不会带杀手蟹了 就不会带杀手蟹了 就是夜兰战队大赚特赚的是 他们首发 首发的话两个鱼人杀手蟹就 一点用都没有 一点用都没有 下面他们不会带了 那就会带一些比较 我们有没有杀手蟹 我们有没有杀手蟹 我们没有杀手蟹吧 如果我们有一有一张就够了 我觉得 如果有杀手蟹的话 我们可以现在赶紧去做一张 看能不能赢一把 然后做一张杀手蟹来打球大 对 这样从场面上看的话 火蛇还是站住了一个场 嗯 但是 但是夜兰站在这边有个小武器 基本上就没有 我可能会选择解 我觉得解鱼人没有问题啊 你可能会选择解火蛇吗 还是解鱼人 对还是解鱼人 有buff能力 这火蛇这边冲锋怪的话 你也不伤 冲锋怪冲锋一个苦痛失声不亏 嗯 我觉得这局 神奇四鱼也救不了场啊 呃 如果这边能把任务完成 然后 好几波的铺场 这边两个乱斗等成 呃不好说 不好说不好说 看乱斗斗的怎么样 而且战士 如果 如果战士是没有过牌能力的话 这局还是可以有机会的 是的 这个战士苦痛失声起码过到了两张吧 两张至少了 哇 而且手上有战斗怒火可以过 这回合 哇 呃 没受伤吧 现在已经受伤了 对战斗怒火至少过两张 过两张 我看过他这个任务战士 只带一个战斗怒火的 而且还抽到了 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对战防的声音啊 上课别 然后接火是还解冰了 我觉得战斗怒火牌吧 过什么 双风斩失声鬼 然后把这把他看了 只有两张啊 然后一张上火在一张城市 猛机 那么现在 你上527的话被白换 嗯 我过不了 我上314吗 好吧 我们都很有影响 你觉得有 没有没有没有 他们对战防声音 我们说话他们就听不到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不管 别人怎么保护 这样一遍 这火车要砍了 打他两个人 这样他可以打他两个人 如果他没有连运 你觉得他带闪电风暴怎么样 没什么用 一般这套牌是不会带的 没有只有进攻没有防守 这套牌怎么放手 你带个滑都比闪电风暴 但是以后有电路的东西了 对 带滑的话针对一些大怪和强 嗯 对啊没一点 反向电电机 电自语 这样 完了一个乱斗没了 这边的话 看到了 我们一直觉得这边大满处境非常艰难 任务完不成 首先任务完不成 然后这边还是有乱斗在的 这这种场面一个乱斗下来的话 直接没了 一条鱼 最惨的是剩一个火蛇 是的 再我们比较一下双方的排叉 卡叉吧可以说 卡叉已经不用考虑 现在要考虑的是场面的问题 场面就马上又没了 有机会啊 其实是还有机会 下回合抽一个一到二费的鱼人 然后马上上老沙嘴 不够 他过载了 他过载了闪电风暴 闪电风暴过载了 所以说还要卡一回合 不过这个闪电风暴 我觉得带在这个鱼人 上门体系似乎有点不搭 他是想怕有形成一个快攻对冲的一个局面 如果对方 你看他带杀手蟹就知道 他肯定想着对方肯定跟我一样 可能也是鱼人对冲 那我带个闪电风暴就很赚 对 像打任务战的话 闪电风暴应该是不比刮这种东西好 嗯 他现在过载 那下回合就是只能完成任务 然后不能出一个很大的场面 这边夜狼战队难道不打算交乱动吗 这个乱动应该是挺算的 你有两个乱动 我觉得可以交 不交乱动 上回你砍火车的话就可以不交乱动 这边还是选择了摊一手 石屎鬼 有石屎鬼的话这乱动结约下来了 石屎鬼 场面直接没了 直接没了 这一个石屎鬼完成了一个乱斗的作用 这边这条鱼没有上 因为上了也不能上588是吧 就等到下回合再上 但是这个石屎鬼 但是我觉得上了吧 刚才为什么不解石屎鬼呢 对啊 这这样是卖的火蛇 火蛇在的话 至少你的治疗图腾还有两个 治疗图腾本来还能打 就是如果上鱼的话是可以解掉火蛇 然后完成任务还还不错 其实场面上有一个火蛇和一个治疗图腾 这里不上火蛇没了 治疗废了 看吧 看下回合老沙嘴能不能给一些惊喜 但是如果给惊喜的话 也是火蛇保留的惊喜可能会更好一点 有火蛇在的话 你的冲锋怪就全部都很强 是的 总的来说还是很难打的 因为对方战士手牌太多了 正常打的话 云伦萨这边满手牌 战士这边只有三五张牌 这才是一个合理的 萨满打战士能赢 有机会赢的对局 好 又是一个神奇之鱼 这张神奇之鱼应该是不会再出了 老沙嘴看看能给什么 领军领军很重要吧 我觉得 领军 有多少个领军呢 一共有 没有 没有领军 没有一个没有 有两个水文学 有好多好多个水文学家 他这个奥秘是拿着骑士的奥秘 是的 也不是很厉害 就是你拿再多的骑士奥秘也不是很强 战士只要转个甲 他不来理你 只要把你场面解干净就可以了 对 就没有特别进攻性很强的 而且下回还要抱一张鱼人 说如果抱到领军还比较伤的 现在的话战士是 战士头上没有感叹号吧 他这边战士是选择了一个不做任务 对 只要能扛住鱼人几波就 三波左右 三波就赢了 对 确实是不需要做任务的 像现在的话 我觉得战士只要铺场就可以了 这边没有AOE 你铺多攻击频率 对方上多少条鱼解多少条 解干净我们就赢了 不要看十条鱼手牌很多啊 质量很低 战武者 对 没有配合的鱼人都不识很强的 现在手上有没有斩杀在这 没有斩杀吧 两个乱斗 但是这几度强基本上过不来 过来以后这个老沙嘴也残血了 老沙嘴还是挺厉害的 这边没有斩杀 看能不能发现一张领军 领军 领军到了 然后这波的话还可以上一个 加血的那个 先上领军再上加血的 刚好这是最强这一波了 这波 这波要吃卵豆了 看他场面应该还不至于吃卵豆吧 把领军一解 把领军解了就缩水了这个场面 对 那要不留一手 领军先不上 先上一些加血了 然后下回又再上领军 战术撤离 战术撤离 如果能撤老沙嘴 强无敌 不太可能 对手 对手没 不可能说给你撤离一个老沙嘴 撤离一个领军已经比较不错了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是撤离一个水文学家 所以这里不挂也罢吧 救赎 救赎不错 救赎可以啊 救赎和挡刀 选一个吧 挡刀 现在场面是在对面手上看 挡刀好一点 对 猛鸡 猛鸡 猛鸡老沙嘴 可以解了 九费 不需要猛鸡 他手上有一个十三 死身幼龙是吧 死身幼龙八费直接出就可以解了 全场解了 没了 没了 而且过到了那张非常厉害的五费野兽 五六九 对 这个老沙嘴 可以不解 解了吧 他是一条鱼 考虑一下他是一条鱼 不解就让他白换了你一个死身幼龙的话 八四四八就送掉了还是解了 还是解了好一点 解了好一点 挡刀 他要先测一下这个是不是挡刀 因为战术彻力已经测试过了 还有一个就是增强好胜 挡刀 看回也肯定没有 感觉怎么一手牌感觉都是战武 靠攻击频率来翻嘛 假设对方没有食之鬼 然后这边铺一地的话 再加一个领巾 再加一个加血的寒光智者 有机会 战术撤离 这个不挂好一点吧 不挂 挂了哪一回一个一 也可以接受 这边的话 因为他后面可能还有很多战术撤离 就是也不需要节约战术撤离 有费用就挂吧 对 战士这边报了一张张鼠 不关紧要说实话 不关紧要 战士血量也算是健康 现在还有24血吧 战士可能会再忍一下 我觉得也可以啊 再忍一手 哪怕领军等你领军下了再乱斗 也来得及吧 是的 这回合解解 解两个鱼人就差不多了 把图腾解了 把23的一条鱼人解了 再下一个墙顶一下 下两个多下几个墙 527要下吧 527这时候加奖 我可能会选择下两个墙 两个小墙 或者是顶一下 能顶过下一波 就可能要乱斗了 对 少下一点墙 我下回合乱斗以后 再下一波墙 球场这边可以抱对方的牌啊 就下回合是可以抱牌的 这是要变成一套疲劳 疲劳于人 疲劳于人 有机会 你别说有那么一点机会 对方的过牌过得很多 那疲劳度也 而且任务没做 是的 没做任务没有进攻的能力 这样 3堵墙一起上 离任务越来越远了 但是估计是做不成任务了 有领军有老沙 有领军有哇啦啦 有冲锋的 还有让全场打二的 全场打二不太好用 不对 全场打二它是不会打鱼人的 所以可以用 可用 想一下的话 全场打二加领军的话 就是这个墙过起来 自己要挂呀 三血 墙有点多了 已经 哎 考虑一下 是上那个四费的 先上一条四费的 四费的话扣六血而已 对 上四费的这个条就 等于说两条鱼加起来 就是四费 这个牌序稍微想一下 这这回合可以考虑 先上领军 因为领军的话会把隔着占住 现在场面上是有五个六个位置 还有最后一条鱼 爆牌 先上六费的话 能多付一个蓝筛吧 这边死不掉 没位置吧 没有 有位置 有位置 如果上那个扣血的话 这里还可以再多冲一个蓝筛 就可以把领军保住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对方还得多一张解牌来解领军或者交断斗 上一张四费的鱼的话是可以把这个场面全控住 是的 就刚才可能有一个选择是上 扣血的那套鱼 然后再上六费的后线鱼 这里可多上一个瓦拉拉冲锋 应该是刚刚的排序应该是先上领军 因为隔着如果先上那个四费鱼的话 位置不够了 位置就不够了 先上领军以后捐掉一条鱼以后再上四费的再上六费的 看守牌萨满还是很充足啊 还有一条鱼有没有退环境 就萨满原先有的二五的行者应该是退环境了 很早前这套牌鱼 过牌鱼的话是比较早的一个 忏悔忏悔的话对一个强 现在的问题就是场上的鱼没有进攻力 攻太低了 人家一个九血的要死三到五条鱼 死五条鱼才能过一个九血的墙 没领军啊还是那个问题 排库里面还有两个领军 他手上有一个全场加一攻的 对有一个按灵先知那个叫 对 又来一条奉献龙 这一脚踩下去没了 一脚踩下去奉献龙真的没了呀 可以上奉献龙 他可能在考虑是不是防一手忏悔 忏悔的话没排出发 没二对东西啊 我觉得打一个奉献就够了吧 够了够了 墙已经够多了 刚刚是不是把领军保住的话 他可能就不敢下这个两队 对 领军保住的话最多 交乱斗了 先交乱斗再上一堵墙应该会这么打 还是找不到一个能扩散的东西 一辆队队已经看穿的这个奥鱼是什么 猛击直接解因为他不想过过牌了 这边处理不了场面的话 下火已经形成一个斩杀的局面了 还是可以解一个的 12点场攻不够 然后靠暗铃先知看能不能再解解场 对 手牌质量还是太低的 就是战士的一张牌顶这边三张三到四张牌左右 没有领军这些鱼人的伤害实在太低 光靠一个暗铃先知伤害还是不够的 你觉得夜狼战队这里还会解鱼吗 会吧应该还会继续解鱼不会打脸 24时我可能想踹一脚脸先 要不先猛击一下看看 如果猛击过大小武器 对要猛先猛击 或者他想先猛击好 所有选择里面先过牌 过牌能过到一个斩杀能力可能 过大小武器就斩杀了 对 过大任务我们就挂上 他选择先找一股墙看看墙的质量怎么样 如果质量好的话可能选择直接强脸了 比如说馆长这种呃 张鼠也是很好 立刻做出决定 先留着后面有用 千锤百炼精力求见 那这个牌序就是不过牌的意思 他准备 就怕对面的手段还是有爆牌鱼 可能怕拖到疲劳 怕拖到疲劳打脸 领军来了 也可以领军来了 这波应该等结场 领军加两攻 再加按铃薰姿加三攻 不够 强 强的水量太多了 攻击频率也不够 那这边先恭喜夜狼战队拿下一局吧 这局拿下的话 我们之前也在预料之中 比较优势的对局啊 因为这边的战士 除了猎人比较克制以外 其他两个职业比较好打的 我感觉夜狼战队的问题 就在于他的中速猎人 我一人跑掉 别的跑掉问题不大吧 这套这么完整的元素萨 是吧 不一定元素萨 很容易自己添崩的 看上去是很厉害的 结果发现人崩了 直接发一个大小王 那下回合海尔兄弟还会上这个草满吗 应该会上草满吧 因为这边可能是上 他不想让这个猎人跑掉 猎人如果跑了突破口没了 对 其实我觉得他这套牌 这三套牌里面最强的是骑士 这套骑士可能要更厉害一点 这套骑士基本上已经完美了 我觉得 对啊 非常完美的一套骑士 神恩棋 杀手蟹在神恩棋里面也可以 真的是吃了 反正我有神恩树可以过牌过回来 是的 不存在卡叉 这个骑士的节奏更紧凑 而不像刚刚那个萨满 他需要做任 一非要做个任务的 对 其实只要直接打脸就可以了 根本不是做任务 是的 那现在是打一个 刹满加猎人 其实碰猎人是小优 有一点优势 刹满判猎人也是小优 对 这边的话 夜狼这边 好 我自己的卡 现在的话 选手要再准备一会儿 我们推测啊 就是海尔战队可能会用一个圣骑士 去打一打对方的萨满 这边的萨满的话 也看起手能不能找到一非 刚刚我们的对手 起手就两张一非全部找到了 我们可以看到 元素上基本上都是这个结构 起手两张元素 第一非的活雨精灵 只要能抽到 基本上结构不会断 这就是把一个最弱的 萨满最弱的一非弥补了 有一个活雨精灵 那萨满就很难输了 对 任何职业打猎人 只要一非有怪都没那么虚 包括盗贼是吧 是的 我们这个猎人的话 不仅仅是一非没怪的问题 后面的怪也很弱 太弱了啊 而且关键抽上来的排序不对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哈姆斯郎和夜行 他们也是准备好卡组了 原浅和夜行 这边我们刚刚也好像听到 艾尔应该已经是准备用骑士了 确实跟我们想象的一样 这套鱼人不行的话 就换另外一套 节奏更快的骑士来打 骑士打萨满还是骑士打猎人 这个还不好说 比赛开始 基本上三套牌对局还是比较好抓的 现在确实是一套萨满对骑士 火山喷发这套牌 哇 又摸到一费了 怎么杀满总是能摸到一费 我们也去走到杀满吧 我觉得 两张一费生物 你每次都摸得到 太过分 但是 但是发学地 每次也能摸到杀手蟹是吧 太稳了 这个杀手蟹还是强啊 杀手蟹面对火与精灵 五五开 也不是很烈士 可能会选择摇一个图腾 杀手蟹没有什么元素 需要combo的 对 上面骑手 后面断元素节奏嘛 是的 这个元素肯定不会上的 元素少 总的对 这是一个元素的种子 然后它就一张牌是废的 灵魂还想在打骑士上应该很废 而且会被对面利用作为神 撞一下吧 撞一下的话 下回可以解掉 就下回解掉 这是杀手蟹 但它不是鱼 还是不撞的选择 对啊 因为这是杀手蟹 这不是杀手鱼 可以不解 战术撤离 这肯定是战术撤离了吧 挡刀 挡刀直接可以消灭那个东西 消灭一个21 我感觉意义不大 还是战术撤离 战术撤离比较好一点 嗯 比如说下回合 要Buff一下我们自己的鱼 对 选择挡刀 可能要抢一波节奏 也对 它选担刀的话 肯定是选择下回合 反正我是要上领军 或者上加血的 没有费用去挂这个奥秘了 那它作为一个快攻 应该把所有的手牌都打出去 就马上见效 又摸到了一个刀 夜狼战队这个起手 还是算是挺好的起手了 很顺很顺 现在它是四费吧 三费 三费的话应该会挂刀 挂刀 元素还是留着吧 想一下想一下 有没有可能是挡刀 坚持不懈 是不是应该怪先撞脸 怪先撞脸 然后这样砍刀 它这么大 不对啊 这里应该是解鱼的 就是你应该把怪送掉 对 刀一定要砍死这条水文学家 这样的话会不会被对面 滚雪球一点滚起来了 是的 就刚才的话 可能有点问题 选手会不会有别的考虑 就是其他奥秘呢 这边三费 三费 下领军是白送 先加血啊 先加血就可以了 加血之后再领军 下回可以有一个一加四 或者一个四倍的巨壳龙的节奏 群体 群体具体 群体加 群体加血最好 群体抓血最好 五王语也不错 叶行这边一定要尽量的解鱼 闪电风暴 我觉得有点浪费 这个场面不值得闪电风暴 不值得闪电风暴 摇个图腾 也不是很好 灵魂回响 可能这回合 交灵魂回响都有可能 我建议交灵魂回响 这牌这么废 这回合不用的话 什么时候用 那这样的话 你可以回首元素 你的攻击频率还高了 对吧 对啊 要不然我只能摇图腾了 摇图腾太贵了 建议交灵魂回响 而且摇图腾你是站不住的 你就图腾会被对面解掉的 是的 果然双方选择跟我们一样 对方 那应该是特别的去解下 二三这条残血的鱼 然后杀手蟹也吃掉 给对方一个攻击频 但是我们看到 其实这边的节奏 还是紧跟着后面的一波 一加三吧 一加三 后面应该会吃一个 这波其实很强很强很强 应该要吃火山药水了吧 或者是火山药水吧 直接火山啊 三个团面了呀 有点亏 亏吗 姐说离得有点远 这里是五废 是不是五废 五废 五废 刚好一个火山药水 然后下回合还有四废 可以打一个瓜 或者交一个瓜 直接上两个怪 怎么办呢 瓜领军上两个怪 对 瓜领军上两个怪 下回合 为什么不火山呢 我觉得这个火山很好 省一点 我想的是后面 他再铺一波 他手上还有三张牌 瓜 你觉得火山解三个怪还是不转是吧 对 火山药水就是这么贪 火山毕竟是一个十五的 十五的就是平均三个怪的话 像五血都能解 对 很亏感觉 那这里应该会上巨壳龙加血吧 很难得留着两条鱼啊 巨壳龙如果能加到血的话 就是比较赚了 加到血还是会死于火山分发 是的 这么想来火山分发是一张非常可怕的OE 他就是存着你 等你场面差不多的时候 一波轻十五血 而且你手牌补不回来的话 就直接下回合的场面就很弱 就有一个反强的效果 关键就回来 他不想断元素 断元素 不断元素 他下回合可以上一个墙 火山药水这么强的情况下 我看春季赛还是没能带的 只有我们限开赛这种 只有限开赛才是他的舞台 是的 因为萨满很多情况是自己战场 火山药水效果不是很好 圣盾还是挺厉害的 两个圣盾 解救对火山药水来说是加一加一 加一加一两点伤害 现在萨满的血量是18点吧 有点低了 闪电风暴 不行 没有法强 要摇一个法强也有点亏啊 怎么办呢 这里如果打一个火山药水 下回合是 选择下回合的话应该是有一个5费 下回合还有5费 5费可以上一个 可以打火山药水 断元素了 那你就上一个先火山 然后再上一个1费的元素 下回合就可以不断元素 而且他8费可以奶奶回来 对 7费的时候下一个元素过牌 8费的时候要用一个卡丽莫 卡丽莫斯领主 然后要加血要打L1都可以 火山终于可以分发了 不管是比我都传逆 特效2分 过载也是2分 这边没有过牌 而且就算来了神恩术 双方守牌也是差不多的 但是质量就不一样 我觉得其实好像没什么戏啊 就有点难打吧 抢不到血 无脑抢血吧 从现在开始目标动身都撞脸 对吧 直接抢脸抢脸 对 只有抢脸的控场控不住了 抢脸的话 阵营圣剑是8伤可以打到脸上 然后还有王者祝福加一个冲锋哇啦啦 算上去还有点希望 但对面一口奶绝望 对面一个墙这边就绝望了 这边这回合他考虑是上墙还是上 上元素 最后一定是要上元素 上元素的一个节奏就是 墙 七费这个墙吧 七费这个是小的萨纳流斯 对 十四血的情况下 真赢圣 王者祝福加一条鱼 这波很强势啊 有机会啊 就有右手第一张的机会 来了一墙有点多 两堵墙 八费加血不行 可以加一口血 再上一个 加一口血不够费了吧 够够够 八费三加四 还有一堵墙 两堵墙 加血也是强 闪电风暴加一个 圣顿嘲讽吧 闪电风暴是全解 对啊 全解在上一个墙 六血也是特别稳的呀 但是他下回断元素的一个节奏 他这回必须要上一个元素 防止下回断 那上温泉加闪电风暴 温泉首位加闪电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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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好 这样的话是机不断元素 又可以把自己 又可以加血又可以 加帮助 这边也要注意 手牌要多出一点 防止层 好的 骑士 增营圣剑加愚人报告 这个愚人哪个先上哪个后上 我们前面一直说圣骑士比较完善 他不他不完善 他少了某一张牌 你知道吗 分解 不是 一费变技能那个小愚人 把自己的报告变成愚人啊 这张牌是子卡吧 我不记 有印象吗 这张卡最近刚用过 但是我从来不记他是什么 我也不记他是什么颜色 因为我们都是纸的 我觉得可能是子卡那张牌 就是把自己招报告变成招小愚人 张卡感觉是愚人骑 我感觉是一定要带的一张 愚人骑没有这张牌的话 技能费了 对 没了 这两主强 一个赛亚流斯的两主强 而且这边也鬼抽到了一个力量代价 力量祝福 力带已经退环境了 那张牌 那张牌叫协旗审判者吧 呃 不太跟一般的牌名字不太一样 你看这边都是愚人猎吵者 他叫协旗审判者 还有个最近有还有一条鱼也是 协旗审判者 猎旗 还有个猎旗系列的 呃 你是不是说的是道德那个 那个票 你还记得道德那个 消灭一个随从的名字吗 这次新版本的名字都特别复杂 我们以卡丽莫斯的领主为例子 荒蛮之主卡丽莫斯 还有什么沼泽是王 什么绝德啊 什么王绝德还比较好记 哈哈哈哈 因为这张卡用出来的特效挺不错的 用的也比较多看得了 是的 这边奥拉基加上一个墙 基本已经走了 奥拉基加卡丽莫斯领主 豪华套牌对阵 就这种难民 难民愚人体验 我们前面说 呃 还有兄弟的这套圣骑士比较完善 这是针对于我们来说的 对 在夜行面前 这完全就是难民打一个 豪华的萨满 这完善的没办法 不愧是海耳兄弟啊 跟这几套牌跟海耳兄弟的形象是比较符合的 只能穿着打的那种 对手太强了 你看 他只能出一个鱼人 人家出一个巴肺的 陈卡 那还有机会啊 就抓一套中处猎吧 对 那现在是那边的一个声音了吧 解说解说没声音吧 其实有声音说 嗯 猎人 还真不好打他这两个鱼人卡 说猎人没有拿外婆 没有 还有什么东西没有 没有 没有那个老鼠 三二老鼠 嗯 三二老鼠是没有 有可能 我有个飞刀放过 他没什么用 太晚了 而且他都不识医学了 我们要先打他们就好了 那你阿菲斯带那些什么 飞刀 我们先打球图就好了是吧 控制啊 能改很多后面 啊 进化那个 哦 进化那个 沙手蟹带没带 沙手蟹 我没事带沙手蟹干什么 我有毛病了 啊 上野兽啊 其实可以打了吗 嗯 拿小哥 我们说 他从那里 嗯 和谷这边 对单级 还能 对 没事 没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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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小组星级两个吗 那我们要这局输了以后 赢了会长还得赢白泽 对 我们怎么那么多图号 哎 我原来以为大家都做不起卡 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吗 就是我们准备干一个人 然后我们在 出行的公交车上 安了一堆炸弹 然后别人出门有司机 我们的计划落了空 哎 原来只有我们这么穷啊 哈哈哈哈 而且你他妈开的都是什么鬼 我说 没一张能用 啊 我考虑了一下做战士的牌 一看 该有的字卡全没有 乱动两个 没有 那个 始祖龙两个 也没有 没有 那你怎么玩战士呢 这这四个就得一百一千六百成 刚才刚才这把对局的话 确实是比较差差别就感给人落差特别大 卡组的一个组成吧算是 那名卡组打这个土豪卡组 我们可以听到哈尔兄弟笑得很心酸 其实这都是他们自己找的 你看有这么多层他做了两个杀手线 两个杀手线直接把这个 如果把两个杀手线换成 好吧 这边比赛开始啊 哈尔兄弟还是选择了一套 鱼人棋鱼人棋 这边的还剩一套中树列 我看到这个鱼人棋 一废的话是特别的不行 没有斜棋那张牌 它的一废你看只剩下一个 迷失丛林和两个暗铃截略者 这两张牌的话都比较弱 在一废生物里面 有一个 还有两个鱼人招潮者 鱼人招潮者还可以 还有两个 杀手线 那杀手线也帅嘛 好吧 杀手线一二三版 还是有点弱 如果把鱼人杀手线换成 邪棋审判者的话 这要卡住完善度就高多了吧 对对对 他一废能做一个事情 上胡歌该说还是要说 上胡歌对面太比较糊 不是一个邪棋可以 又糊了 又糊了这把猎人是吧 这是一个快攻的骑士 然后被对方战场了 形势不太好啊 上一个二三顶一下 至少能要占点便宜吧 就不会被两个老虎打死 Buff就算了 我看还有兄弟又走远了 因为两个力量祝福 似乎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上面也比较卡手了这回合 至少可以跳杀戮 我可能会选择硬币杀戮把你解了 对啊 我觉得杀戮完全没问题 下回我大不了再杀戮 跳杀戮的话就不卡手了 对 除了杀戮之外 你觉得有别的选择吗 没有了吧 有梦想只能说伊费找一个 没有梦想 净化龙 找一个标记吧 你是说 我觉得不如杀戮 雷鸣刺河龙找一个 有可能会有一个梦想 但是这个太不现实了 太不现实了 我们还是直接硬币杀戮吧 硬币杀戮 下回两个生物一定能站住场 然后再接一个杀戮 解一个领军什么的 在后面再选手室架起来 基本上场面就稳住了 是的 你觉得这个构筑圣骑士力量祝福能不能换点别的 就在鱼人体系这两张力量祝福 嗯 不是很 好像力量的不多吧 就是 会不会换一个暗铃仙芝会比较好 对换生物会好一点 暗铃仙芝其实它有力量祝福的话 在没场面的时候太弱了 对 就如果换一条鱼 对面至少还要捷你一个意义 有点弱 这个是的 救赎 啊这边 夜狼战队还是贪了一下 选择了上土狼 上土狼的话就是也可以 它是保留一个硬币 下回我可以硬币 下回一笔熏兽师 什么感觉 优势还是很大 不好意思 圣骑士不具备任何反场的能力 对 过牌有了 反场没有 好 现在跟我们的战队一样 娃拉拉战队和 海尔战队同样费3比0 这真是一个 中心的消息 好悲剧的一个消息 我感觉 这个追踪数如果再找一个三费的 诶 进化不行 但如果找不到合适的 他可能也会下 动物伙伴吧 动物伙伴 动物伙伴非常好 场面优势更大的 我会把这个报告兵解掉 因为对面有王者力量祝福的 对 王者力量祝福都有 控住场的话不需要打脸啊 只要控住场 这边连奉献都没有 拿什么反场 是的 夜狼战队这边在考虑 可能是想多一个攻击频率 他可能会选择 一加二是吧 一五加一加二 好像也行 都行 一五的话又多一张卡 不亏 至少比动物伙伴可能会好 狼外婆 这个生物可是 下回再 这回先下狼外婆吧 下回再进化吧 对 他这回过进化也可以 因为下回上多头棚对吧 对 多头棚的话是一个路强 而且四七场面很 狼外婆是各位选手们都非常想要的一张牌 但是开不起啊 太贵了 他是副本第几关 反正就大选窝室第一关 大家是勉强开得起的 七百金币还是有点 七百金币 你的我们的金币一千五 或者其他人都是开的经典包 就十五包 牺牲七包就可以获得一个大选窝 可以考虑当时 但大选窝 你如果开了大选窝 就要准备一套萨满了 是的 就是产就产在大选窝 它不是通用的 它只能用于萨满 其他职业就没用 陷阱太厉害了 这边有一个选择是二加三 有一个选择是多头 多头棚 还是多头棚 这边需要超一个领军 诺森德 诺森德不是特别好 要不要把buff加了选择过牌呢 过牌又浪节奏啊 怎么都不太舒服 还是选择过牌吧 过牌吧 过牌可以打一个力量祝福 这样过三张牌还剩一倍 这个回合不过牌 下回合也许就没什么机会过牌了 对面会出牌 然后就没几张牌了 质量又洗线出来了 质量很差 哎呀 这个 这边应该会选择两个吧 四加二吧 四加二的话 直接一个场面压制 下回应该已经快叫杀了 我怎么感觉夜行三套牌都是很强的套牌 就完善度很高 这边这两个海尔兄弟形象非常符合 哈哈 主好打那名吊打 对 呃 恋人算是现在的T2卡组 也不算T 嗯 但是元素上 比较廉价 属于夜行这三套牌都是天梯比较强健的 T2卡组吧 坦证 是的 哎 可惜我们看不到海尔兄弟等猎人 猎人就没机会出 包括我们上一把任务贼什么的也没出啊 任务贼出了 战时没出 战时没出 我们的任务战也没出 对 真是羡慕夜兰战队 可以遇到如此旗鼓相当的一个对手 羡慕嫉妒 下一把的话 我相信海尔兄弟就可以转型了 因为他可以把愚人杀手蟹丢掉 之后他们的卡组就可以起飞了 呃 如果有那些牌的话 对 但是他合了两张愚人杀手蟹 感觉至少比戴杀手蟹要强 总之下一个下一个回合的话 这个海尔兄弟就不是这个把的 海尔兄弟他们的实力费 比较有很多 我们很难起飞啊 我们的卡组可以调的余地比较少 双杀路游戏结束了 先恭喜月狼也是三笔六啊 我们下一轮是打夜狼战队 是的 下一轮 由我们来打夜狼战队的好慌 三套豪华卡住 而且还能加牌他们现在 我们有一套任务贼是不怕他们这种豪华套牌的 任务贼不怕 对 然后任务战的话 可以打 打那个也还可以 因为安格洛他出的出处的该就最高 你古神的话 因为古神之前开了二十包 你开了二十包 你无论说你二十股神有二十包 但是可能 又难打了呀 因为你这会 你这会开的 你再开二十包古神 有可能开了一堆 你用不到的卡 然后就是得不到成 我们重点是得成 其实我没有研究过古神 有没有什么可以用的卡 基本上没什么用的 反正成卡都没什么用 对啊 普通卡其实也没 你想你需要的大选 或是福本卡吧 需要四级代化是基本是 那个经典卡 古神基本上用不到的卡 但是你十八年要开到成卡 开任务就四百成 解说不用了 我只要开出一张任务 或者是开出一张 但是你只有四包 平时是二十包一张成卡 解说还需要吗 解说去调卡了 解说要不要了 要等那边信号 解说可以找了 就要等信号吧 解说可以撤退了吗 不能 不能啊 不能那就再做一会儿 这边是选择了一个 安哥洛卡包 十个卡包 十个安哥洛卡包 安哥洛卡包 你觉得他们的梦想是什么 就是想开出一个 什么样的牌呢 对于他这套牌来说 夜兰战队 好像没什么需要 我也感觉他们这套牌很完善 还要什么呢 瘟疫鼠群有吗 鼠群没有 鼠群 猎人这边没有鼠群 然后战士这边没有鱼石网破 那这些东西都在经典包 对啊 安哥洛包的话 我们想象一下 他们还需要什么 解说都很难想象 他这些牌还要什么了 感觉很齐全 猎人这边 他还需要些什么卡 鼠群的话不是安哥洛的 鼠群是加基森的 对是加基森的 然后大悬大悬窝是 好我们再看一下 他们直接就在已经在调了 在调试卡组 哎现在去调吗 下一个对手是我们 我们赶紧记一下 赶紧记赶紧记 这个我们不愧直播条 我们本来就是互相告知卡组 我们调完也要告诉他的 所以可以看一下 他们会怎么调 刚才卡包没开完 我几次先开卡包 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就直接开就行吗 也就是表示不知道 他们想要什么 我觉得卡组特别的完善 这是安哥洛吧 十包安哥洛 如果加基森是15包 如果是鼓神是20包 鼓神好像没什么用了 鼓神是没什么用的 可能是他们原先 开的安哥洛比较多 可能是哦我知道了 想多分点成 他们什么都不想要 他们成是要成而已 对任务的话还能 我们来听一下对战旁的声音 看看他们到底是要想什么 对啊都说需要任务 你开别的场景 你开了一个我现在没有的场用不到 但是你这样开不到什么好卡的话 你全都会很尴尬 我知道我之前是310是成的 这个 怎么没看 才不能分这个金的 他这样 他这样 我开不到的话还是 还是不成好 我把卡组再关掉 我来喷嚓 来个任务好像是一样 也就能合一张 不行啊 怎么这张刺客 来一张任务 本来还有一张三百亿啊 就是随便你们给个九十分啊 有没有有没有 啊 全然来太白了 白开了 我看有多少成了 多少成 多少成 刚才多少成 两百成 啊 刚才解说看了一下就是 想了一下 完全想得通 为什么开安格洛 要不我们一会儿赢个十卡包也开安格洛吧 开安格洛的目的很明显 只要开到任务成的话就是四百成 就是安格洛是最直接的 有重复的卡就可以分解成 然后想做什么做什么 比开别的包随机要强多了 先赢 我们先定个小目标 先三比零 三比零的他们这个战队 还是三比一比三吧 我们 刚刚定了一个三比一 我们就已经走了 好 那我们给他们一包吧 都已经拿了十包了 刚才他火与凤凰是已经齐了的 这些都是变成了 刚刚分了两百多成 对 分了两百多成 已经粉不错了 至少可以有和两张兰卡 两张兰卡可以和了 两张兰卡提神还是比较大的 他们再赢一下的话 我觉得他们土豪战的第二张张鼠 于是网破都出来了 就越往后越强这个对手 土豪卡组 越来越完善了 我觉得他们如果打到决赛的话 可能就变成了春天梯卡组 好强 要相对的有针对一些的卡组 可能会比较好打他们 对 我们就针对他们这几套卡组 你完善可以 我们用残缺的针对板来打你们 如果我们打决赛的话就可以这么操作 好 现在要进一段广告了 然后下一场是 可能是我们吧 我们来继续应对一下夜兰战队 现在我们还需要采访一下夜兰战队 他们赢了又是一个3比0赢了 不仅要采访一下夜兰战队 还需要采访一下海尔兄弟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刚才有一段精彩的比赛 也是这个 要先采访一下我们这个夜兰战队 好 夜兰战队 刚才觉得自己表现怎么样 对 没有犯什么失误 整体来说呢 这个确实卡组上面 我觉得有些克制啊 也谈一谈自己的卡组和对手的卡组吧 对手的卡组可能缠带了一些鱼脸牛 感觉有点 有点low 有点low 就是那种有点弱的感觉 因为他只要没有牵手的话 就完全反不了场 是对手的卡组有点弱 还是对手有点弱 卡组有点不适合 不适合比赛 可能就是比较针对性一点 对 而且正常撞上我们有AOE比较多的卡组 和卡组比较豪华 有成卡 有AOE 对 他们相对来说呢 是重金打造了相对 counter卡组 就是比较针对可能有海盗的话 或者是对方有鱼额 或者是自己鱼额比较小吃 自己鱼额也可能还不错 我听说他们花妈妈才和两张杀手线 完全没什么鱼额 那也是心疼一下这个 有我们哈尔兄弟的组合 那我们再来问一问哈尔兄弟的组合 觉得这次卡组的出战 是否跟预期有所差距呢 我们一开始做完牌的时候 一想我们多穷啊 对吧 总得别人可能也很穷 对 对吧 至少得组一套任务贼和愚人 这种便宜的卡组吧 对 那我们想那总归是能抢探登陆的 就像我们劫持 准备劫持一个富二代 然后我们在公共汽车里边摆了一堆炸弹 发现人是有钻车的 和我们没什么关系 发现坐的不是这辆车 和我们没什么关系 很尴尬 那这个卡组当中呢 因为可能秋冬你们开始可能想的是 像包括鱼儿萨这样的任务 是比较好完成的 完成之后又可以补牌 可能会有抓到这种职业 但可惜对方呢 确实恰巧是没有带 但是在这个小组当中 还有更多的对手 你觉得在打其他小组选手的时候 你会否是会有一些好的预期呢 不是 其他对手 你只能打会长了 就是两个零杠三的互相争个垫底了呗 不是 它这个是分级别的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这个程度 就是光脚的就是在这个地方玩 你就穿裤衩的 就是VIP会员区是那边的通道 和我们没什么关系 确实海尔兄弟组合 跟他们的这次卡组 确实比较相信 穷 就是突出一个穷 穿的比较简陋一点 不过没关系 因为是循环赛制嘛 还有机会 只要在后面两场比赛当中 包括这边可以拿到两分 或者这边拿到两分 都是有机会晋级的 因为我们小组前二出现 也是期待你们更好的表现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接下来带来第三场的对抗